大家好,很多時候有個問題都蠻難回答的 不如大家幫忙回答吧 大家會不會是用日霜和晚霜呢? 又或者是用一支霜霜,就是日夜都用呢? 其實有分別的,日霜通常會有維他命C,做保護、抗氧化 晚上就會做修護,如果懶人會用一支霜霜 但如果你真的想看起來毛孔,細節和減靈的話 真的分回日霜和晚霜 今天和大家介紹一支就是夜晚生復的晚霜 裡面放了維他命A,就是玫瑰A晚霜 我加了一個披霜,因為它的維他命A很棒 如果沒有用過維他命A的朋友可以試一下 因為它比較柔軟一點 還有加入了淡淡的玫瑰和檀香 加上有機37種的草本植物 它的味道是很棒的 而且它是滋潤得來,油不黏 很適合一些,可能入秋了 開始想加少少晚霜的朋友 又不想用油的朋友就可以幫到你 它就是我的Magic Hour 現在都會用到它的 其實它的味道真的很放鬆 而且它裡面的冰川水 最近喜歡玩水蒸的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它 它加入了加拿大的冰川水 加上有水蒸混合 所以能量方面,你會感覺到它很強 加上薑黃魚香可以消炎修復 所以起床的時候,你會感覺到那些帽子 為什麼這麼小呢? 而且它可以用一支50ml 可以這樣用 記住所有草本植物 我們有機的產品 用的時候搖一下它 因為它會令到它均勻很多 加三噴 印一印它 然後令它的味道吸三下 擦一下它 再這樣印啪啪啪啪啪 就非常吸收 而且我的按鈕 一看到我都知道啪啪可以吸收一下 還有可以塗上頸紋的方面 都是非常之正的